俄罗斯最新型洲际导弹,萨尔玛特发射画面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日趁美国宣布即将退出中岛条约的恶果正在显现。 俄罗斯担心美国可能在欧洲部署中进程核导弹,从而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。 为此俄罗斯禁机拟重启死亡之首末日武器系统,并准备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战略。 报道趁俄罗斯死亡之首,俄称为周长系统,自动核反击系统让美国感到恐惧。 美国担心俄罗斯对死亡之首自动核反击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。 以此来威胁美国,俄战略导弹部队前司令维克多叶新11月表示, 如果美国退出中岛条约,在欧洲部署中进程导弹将能在极短时间内摧毁大部分俄罗斯导弹。 俄军将不得不完善周长系统,并可能采用先发制人核打击军事学说。 他说,周长系统正在发挥作用,甚至有所改进。 目前,我们只能发射那些在侵略着首次打击后幸存下来的导弹。 如果美国人开始在欧洲部署核导弹,我们别无选择,只能采取先发制人核打击学说。 报道认为,俄罗斯现在公开讨论周长系统,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。 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13日称,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日林表示,一旦美国退出中导条约,在俄西部边境附近部署中进程导弹,这些导弹飞到俄罗斯战略设施的时间将只有七分钟。 据介绍,周长系统是一套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,是冷战期间苏联为对抗美国的核威慑,而研发的大规模核反击系统,作为对抗侵略者的最后防御,它被西方称为死亡之首。 该系统于1985年1月投入作战纸板,只在所有指挥人员和指挥中心被敌人摧毁的情况下,自动发射和导弹对敌实施和暴覆。 此系统启动后,当之人员随即进入地下掩体,一旦有任何遭到攻击的迹象,例如核攻击造成了地震,就算所有通信中断,地下核掩体的人员仍然可以发射导弹, 同时发射指令,立即传遍所有的导弹发射装置,所有核导弹随即自动执行暴覆任务。 这套庞大而复杂的战斗系统分布在俄州司全境,它长期监控局势,可指挥数千枚核弹头对敌实施和反击。 和观点报十三日称,和军事专家康斯坦丁西夫科夫称,近四十年过去了,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背景下,周长系统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, 它的最大优势在于即使控制核力量的所有指挥所都被摧毁,也会自动进行核报复。 俄议员弹斯·克林采维奇表示,必要时,俄罗斯能保护自己的安全,这种武器系统的存在可以稳定局势。 当然,如果他国不对俄罗斯安全构成重大威胁,我们也不会对他国实施先发制人和打击的疯狂行动。 柳玉鹏 柳玉鹏